那再來的話呢 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第二位 那怎麼做 其實我往下填滿就好了 往下填滿 那這裡我把它改一下 因為本來是 0 的話是整數 1 的話是怎麼樣呢 按打勾 就會是取到小數點多少 第一位 那這個地方因為呢 我的格式 其實打勾之後的話呢 它如果沒有顯示 請你再增加小數點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增加小數點到第一位呢 因為它 6 5 8 所以 四捨五入嘛 5 進位 所以變成 24.7 所以這邊把它減少 再來的話呢 我們下面一個 把 0 改成 這裡的話 改成 2 打勾後 enter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 增加小數點 1 2 往下看 有沒有 24.66 因為後面是 8 所以自動進位 再來的話 往下一樣 把它填滿好了 這邊 負 1 負 2 負 1 負 2 那負 1 跟負 2 什麼差別呢 你會想說 0 是整數 1 的話是 1 位 2 的話是 2 位 那如果說呢 你要整數的地方 這一個小數點 往這個方向的話呢 那就是 比如說 個位數 如果說 我要 45 路的話 那如果說 我用這個地方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負 1 結果應該是多少 負 1 的話呢 指的是個位數 負 2 的話呢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 10 位數 那負 1 那負 1 之類推啦 如果負 1 的話 那結果應該多少呢 那應該是 20 因為 4 嘛 4 捨嘛 所以打勾 20 那如果是負 2 呢 負 2 應該是 10 位數 那 10 位數是什麼 2 啊 2 的話是 捨棄掉 所以最後變多少 0 嘛 所以打勾 0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最後全部捨棄掉 變0 那當然 這地方還有負值的 負值的話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來試試看 負的如果說到小數點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到 1 位數 那其實它也是一樣 如果負的話 也一樣是 45 所以喔 你這地方做出來一樣 是 1 位數也是把這個 6 進位變 25 這樣也是 25 負 2 數 好 那 run down run的喔 是 45 路 那當然另外底下是順便提 如果是 run up up 是 剛剛是 45 路嘛 如果是 run up 不管你哪一位 一定只要有值就會進位 run up 是一定強迫進位 無條件進位 那同樣的呢 run down 的話呢 是無條件捨棄 不管你指的是哪一位 我就一定把他捨棄掉 所以這 2 這 3 個函數呢 其實是一個叫 run 的群組函數 也就是說 有的時候如果說你今天是要 四捨無路就用 run 的 無條件進位就用 run up 無條件捨棄小數點 或者是哪一位的話呢 run down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它是一個群組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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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